祝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圣伙早安 我们今天我们纪念一位圣人 圣国伯 他是一位博兰在博兰出生的 191894在博兰出生 以后他就入了番机会 他入番机会当圣父 他传教 在传教的时候他特别 敬敬圣母 所以他就建立了无人原罪 圣母散会 也推广这个的散会 他也到了日本传教 他回波兰以后 就在那时候就有这个战争 那战争他是被抓了 以后到了集中营 在集中营就是有一个 就是让他成为一个圣人 不是成为一个圣人 显出他真的是一位圣人 那时候有人就是要被 就是要被杀了 但是他看到他这个人 在那边有好像是很痛苦的 要接受这样的苦心 因为他还有家庭要照顾 所以这位圣人 他就代替他 接受这样的死亡 他牺牲他自己 为了别人 我想这样的精神 我们也可以学习 非常的难 但是耶稣也这样做 我们也要走 耶稣走过的路 要牺牲自我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 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育 成任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宗罪 为此恳请终身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天门 各位教育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祈祷 天主 你正时殉道圣人 圣国伯 只爱五点童真圣母 并充满拯救人灵的热忱 和对人的爱心 求你使我们因祂的带导 为了你的光荣 努力服务人群 鞠躬 尽碎 好能 消失 你的圣子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 厄泽克尔先知书 上主对我说话 他说 人子 你要使耶路撒冷 知道他的一切恶行 你要先讲说 天主上主 这样对耶路撒冷说 你的故乡和出生地 是迦南 你的父亲是阿摩利人 你的母亲是赫特人 你出生时 你来到世上的那一天 没有人给你剪断几袋 用水洗净你 你用盐擦身 用强宝裹起来 没有一个人 怜爱你 为你做这些事 对你表同情 在你诞生的那一天 你惹人讨厌 就被抛弃在野外 我从你身边经过 看见你辗转在血污中 就对你说 你活着吧 像田野的花草一样生长吧 你渐渐发育长大 到了青春年华 你的乳房尖实 头发绣长 但是仍然赤身裸体 我在经过你身旁时 看见了你 看见你成熟了 会谈情说爱 我展开衣巾 遮盖你的裸体 也向你发了誓 立了约 天主上主说 你成就了我的 我用水洗净了你身上的血污 又用香膏覆抹了你 给你穿上绣花的衣服 穿上海狗皮鞋 蒙上细麻头巾 穿上绸缎的衣服 以后又用珠宝装饰你 给你戴上镯子 项链 鼻环 耳环 头上戴上花罐 经营做你的装饰 细麻 绸缎和锦绣 做你的衣服 细面 蜂蜜 和油 做你的饮食 你实在美丽绝伦 佩登后卫 你美貌的声誉 传遍了万国 因为我用我的荣耀 装饰了你 你才如此美丽非常 天主上主说 你竟仗是你的美丽 凭着你的名气 纵欲 纵情 滋欲 来者不拒 然而我还记念你年轻时 与你所立的盟约 与你所立的盟约 和你结的永久盟约 为的是当我宽恕你所做的这些事实 使你想起来 就惭愧的 不敢再开口 天主上主说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你以息怒 并安慰了我 上主 你以息怒 并安慰了我 的确 上主是我的救援 我依靠他 绝不恐惧不安 因为上主是我的力量 我的救主 我要歌颂他 上主 你以息怒 并安慰了我 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中 兴高采烈的汲水 请你们称谢上主 呼求他的圣名 将他的作为 传报给万民 称恕他崇高的名号 上主 你以息怒 并安慰了我 请你们歌颂上主 因为他做了写课的事 请把这事传遍天下 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 何其伟大 西庸的居民 你们要高唱 高歌 高声欢唱 上主 你以息怒 并安慰了我 你们接受了天主的话 不认为这是人的话 而认为这确实是天主的话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者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有些法利塞人前来试探耶稣说 男人 为了任何理由 就可以修妻吗 他回答 他回答说 那传造者从起初 就造了男人和女人 又说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你们没有念过这些话吗 这样 他们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体了 所以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才善 他们问他说 那么 为什么每日 却吩咐人 下修书修妻呢 耶稣对他们说 每日因为你们的心硬 才允许你们修妻 但提出并不是这样 我对你们说 无论谁修妻而另屈 除非因为平居 就是犯坚硬 凡去被修的 也是犯坚硬 门徒对他说 夫妻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 倒不如不结婚好 耶稣对他们说 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悟的 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 才能领悟 有些不结婚的人 是因为生来就有缺陷 有些人不结婚 是因为被人挥旋了结婚的能力 有些人却是为了天国而放弃结婚权利的 谁能领悟就领悟吧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免你 大家平安 生活平安 我可能是因为生活一直都是一个人 从小大概应该是我从国小毕业以后 就国中高中在大学 就是离开了家人 那慢慢的就是这样的习惯了 一个人生活 是当神父 我们神父就是一个人生活 虽然我们有团体 不过如果自己在本堂工作 你还是一个人 那我们偶尔就回到团体 在团体里面可能有一些的冲突 但是冲突发生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离开回到我们自己的岗位上 还是一个人过我们的生活 所以为我们来说 我们很难想象 两个人一辈子在一起 就是结婚 在一起 这是很难的想象 为我们 所以为你们结婚的 我们真的是很深深的佩服 这个应该是天主给你们特别的恩宠 两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逐渐 但是呢 可以在一起彼此接纳 结婚就是这样子 那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所听到的 是耶稣应该到了 佩雷亚的一个地区 他到了那边的时候 法利塞人也已经在哪里了 遇到这些法利塞人 每次遇到法利塞人或是经士们 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有冲突发生的 那这些人 他们就是来想要找耶稣的一些的事情 来控告他 那今天他们就找到了一体 来跟耶稣辩论 那这一体就是离婚 他们就问了 问了耶稣 他说男人 他们问了 男人以任何的理由 任何的理由 可以学习吗 可以学习习 这个问题真的是 真的应该是不简单 那在那个生命纪 在旧约的生命纪 应该是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四节 提到这个 就是说 人可以修妻 但是修妻的原因 是因为 妻子在丈夫的眼中 不见宠 就是说那个丈夫发现 妻子有一些难堪的事 但是他没有解释 难堪的事是什么 是哪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难堪的事 是男人就可以把它 修掉呢 那为了来探讨这个的原因 在犹太的他们的传统 他们那个历史上 有两个学派 一个学派就是 黑勒跟三迈 就是他们的这两个学派 一直都是 一来就是有不同的想法 为了解释圣经里面的 那黑勒 他就说 这个难堪的事 应该是 妻子身上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 生病了 或是什么的 丈夫 就可以把它修了 那撒玛尔就说 因为妻子可能有 私底下有什么事情 可能有别人 有什么事 所以这样可以 分开的 那法利塞人 他们是属于撒玛尔的 所以他们对 那个黑勒的另外一个学派 只有一点的 就是有冲突 就是不能接受 他们的想法 所以他们就来到 耶稣跟前 就问耶稣 看看耶稣 对这个离婚的事情 有什么想法 如果他的想法 是跟黑勒的学派 是跟他们在一起的话 他就得罪了撒玛尔学派 那如果耶稣就说 不可修期的话 他就违反了 每一次的法律 每一次所写的 男人可以修期的 所以他们在问 耶稣有什么想法 那耶稣回答他们的 就是用圣经里面 也是从美色无数里面的 就是从创世纪 在那时候 天主传造了亚当跟夏娃 以后他们两个人是一提 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才善 他们的回答 他们用了美色 那为什么美色写这样子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你们的心硬 因为你们的心硬 那美色早就写了 人的那个婚姻 就是不可才善 意思说不能离婚的 但是为什么后来 我们说生命纪 是后来 美色带领了以色列人 到了约丹河的东边 他们快要越过约丹河 到腹地 就是在那时候 美色就可以说 在参加的时候 到了最后 做一个结论 所以美色就是在那里 就跟他们讲了 要做一个结论 要回顾 他们所走来 天主怎么带领他们 美色就说了 因为你们的心硬 好吧 你们就修齐了 但这个修齐的 修齐书 是因为 为了保护女性 为了保护 保护女性 不要说我现在呢 我可以 可以离婚了 我就走了 以后呢 这个女生 她怎么样 因为按照法律 她还是属于 在婚姻方面 还是属于这个 这个男的 所以她一定要 写一个修书 让这个女生 得到自由 所以这个为了 保护这个女性 但是后来 这些法律塞人 就来说 每次吩咐 我们以怎么样的 理由 任何的理由 可以修齐的 所以这个就是不对的 好 那门徒们一听到了 说那个夫妻的关系 是这样的 最好我们就不用结婚吧 我们不结婚 倒是好 那耶稣看到了这个 耶稣 也 也 也 就说在我们的走这条路 要走成圣的这条路 可以有两个 两个方法 一个是结婚 另外一个是不结婚 那不结婚的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那是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说 人为了天主的国 为了天国 而放弃 结婚 而接受独生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有很多是结婚的 有一些人是走 修道的 的 的路 所以 我们 总之我们要看的 结婚 离婚 是 不 被允许的 天主所结合的 人 不可财上 只是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 特别的理由 这没办法 好吧 要离婚 但是要离婚的时候 要保证 双方 得到自由 而不是得到 舒服 我们还是 祈祷 我们的教会 的家庭 不要离婚就好 祝福大家 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 把我们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 我们的思想 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是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 为群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玛利亚 祈祷圣人 圣女的榜样 终身是过敏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之 契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 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朝贱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全去成见少数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会蒙受福音的皇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你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朝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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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主